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阿茲特克對上葡萄牙的一個對決 那葡萄牙好像在我們頻道還沒出現過 稍微介紹的簡單一下 他的所有單位黃金的費用都會減20% 嚴重科技的速度提升30% 然後傳見血量會加10% 都是一些蠻廣放使用的一個科技特性 那他的傳見化在阿拉伯基本上是沒用的 因為沒有海 在帝王時代可以建造汪桿霸山站 那這個大山站下一個我記得說會扣25人口 但是你每個資源都會一直慢慢往上挑 也算是一個先逼到200人口之後再慢慢滴大山站 然後逼出軍隊的一個打法也是有的 但偏少 因為大山站的資源所需也是蠻貴的 好 那最主要他特別的東西就是風情砲 風情砲就是遠距離的火槍單位 然後他可以像散彈一樣一勝多發 然後他的特殊科技是火神槍 讓他的散彈可以變得更準一點 所以你是在cover這個風情砲的一個特殊能力加成 那阿茲特克的話 南美洲文明應該不用太多解釋 阿茲特克在阿拉伯裡面來說算是T1文明 也有可能是T0文明 因為他的村民攜帶量加3 代表說你每一個村民 村民越多你的資源就比其他的種族就來得更多 因為光攜帶量加3這件事情是每個資源都可以 就代表說你的村民可以再挖得更多資源 就不用這樣往回跑浪費時間了 再來就是軍事單位的生產蘇貧是11% 天生就有的能力 重點是他阿茲特克算是步兵文明 你基本上暴老鷹戳戳戦勇 都是跟軍營有關的 所以這個能力真是蠻棒的 然後再來就是修道越美的科技可以讓只有你加5% 喔不加5滴血 那代表說你的真率 只要點一些什麼血量啊跑速啊或是天啟什麼之類的 或是什麼異端著想之類的 好多會加5滴血 好這樣的話就可以讓自己的真率血量變多 那招對方的騎士就會變得更好招一點 因為大家也知道南美洲的文明 打騎兵比較劣勢一點 因為跑比較慢 老鷹會被騎士追上 唷這邊是怎樣 喔唷這一個 阿茲居然在後面拖了一隻大象喔 哇拉了一個抽名刀的後面 然後 直接射死了一隻大象在這裡 然後再把這個大象圍起來 唉唷好心機喔 唷 原來這場比賽我是沒有看的 我現在播比賽都是 播一些我覺得可能會有看頭的一些內容 所以我會一直重複播 然後再挑幾個比較適合的上傳到我頻道裡 那這裡沒想到居然透了一個大象啊 他把這個大象圍起來 那他這邊就少了一團肉了 我們來看一下阿茲 葡萄牙這邊會不會看到呢 唉唷看到了 村民本來還想要再騷擾 但是這邊刺頭沒有血喔 所以這邊刺頭不敢上去打 那這邊拉了一個村民 再跟他玩拳擊 哇唷這個什麼東西啊 對手直接問候了他一下 What the shit 然後 阿茲這邊還給他一個嘲諷的語音 哇 這個牧場來不及 直接被拳擊打死 呵呵呵 兩邊應該火系都很大 一定覺得超不爽的喔 前期被這樣搞 好那這邊 看一下兩邊的升級 兩邊升級大概差16% 好像差距不大 然後因為紅色因為義村去鬧的關係 所以村民輸義村 喔唷這邊 阿茲要打 阿茲 裝甲 點裝甲 好那義級填 點下去 他的義級伐木還沒有點 欸這順序好像有點特別 是先點上了 放的是點義級木先喔 那這邊是先點義級跟填 看來是真的拖不及待需要填 那這邊三隻裝甲拖一下時間 然後逼對方也出三隻裝甲 那這邊沒有升裝甲是升民兵而已 那就要看一下這邊葡萄牙 會不會跟對手一起來 升級裝甲 那看起來是沒有了 這邊 葡萄牙應該是要打工兵的吧 但還沒有按下射箭槽 這邊直接插塔 防守對面金跟這邊 果子跟農田地區 但是這個塔起得有點慢 打正面的話 裝甲有點強 那這邊 這個起塔會有點風險喔 這邊要打架嗎 打架的話 哇拖到一村 哇 一村沒了 哇這個塔要起來了 但是裝甲還是可以直接去硬打這個塔 哇 死了兩村 在村民樹落後 二 三 落後三 再看上面是不是有一村被打死 沒有關係 哇這邊 潛壓這個 給的壓力很大 裝甲加小公 封建時代 可以出的黃金兵 他都出了 小公跟 裝甲 都是封建時代可以出的黃金兵種 他這邊立了兩根塔 這邊立塔應該是想在這邊鋪錢的關係喔 想把這個農田區鎖住 但是其實每個地方都有塔耶 挺猛的喔 讓自己比較會被騷擾 做一個安全的地區 可以做採集資源的動作 欸那其實好像我也可以這樣打 因為我其實也常常被鬧到一個 生無法治理的狀況 那還要這樣子的話 雖然挖石頭上了一點經濟 但是換來的是安全的採集資源的地方 但是被沒有塔就比較麻煩 所以還是要蓋個射箭場 蓋個戰毛之類的手下還是比較好一點 但是因為挖石頭的關係 所以能蓋射箭場跟 軍工廠的那個資源 就可能被欺視掉了 好那這邊看一下小公 阿茲的小公還在出 這邊對了一個塔 我們想要破壞這邊牧區的生態 那就要看一下這邊 阿茲會不會拉村子出來 直接跟他玩街 把這個塔拆掉 但是應該是沒事喔 我以前是沒看到的 哇這個 阿茲也是蠻心機的 剛好在他的視野界線裡 剛剛已經看到這裡有個東西正在建造 哇這邊 直接 棒棒過來看到 好送掉了 好射箭場作用按了下去 這邊牧區被騷擾有點煩喔 現在是8加1的射程 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哎呀還是射不到這個箭塔 哇那這個塔騎得很有價值喔 這邊伐木村民可不可以射到 看要不要拉一下 這邊雖然暫時不會喔 但一直往裡面挖的話 其實還是會被騷擾到 這邊工兵再過來射一下 也是可以但是會變成法射 這邊就要看一下 那 葡萄牙怎麼做一個取捨了 葡萄牙這邊 這樣拉 嗯 好像可以喔 讚嗎 直接丟死我 這個控兵控的不錯 但說實在的 葡萄牙這個牧區真的是有夠爛 後面完全沒有森林 森林都在前面的地方 而且都偏遠喔 相對來說 阿茲這邊就很舒服了 後面就有一個安全的牧區 這裡也有 後面還有一小撮 還行 跟 這個葡萄牙比起來 這個是 差距蠻大的 地球的好度 但是這邊葡萄牙要 率先頂下城堡時代 而且已經升級好了 在毛部分 哇這邊有一個全級村民 直接跟進 裝甲護卡 好 看還有一個 戰毛 這邊老鷹要直接硬點嗎 戰毛又過來 但村民在幫忙打老鷹 還這個戰毛操控一下 去點一下這個 工兵 不然這個村民又要被射死了 哇這個硬插寶 導致葡萄的村民瞬間大減 現在村民差距來到了 九隻 可以再殺一村嗎 有一點極限 戰毛過來了 來這一村 會不會火下來 進去 MICE 哇這樣差距九村 OK 看起來是沒問題 這個塔也要掉 哇這個村民又來要做壞事啦 有沒有看到呢 應該是沒看到 這邊立了一個 哨戰 看來阿茲是 針對他一個 墓區很差喔 然後是先行一個插塔 想要來搗亂這邊的墓區 但人家都已經上城樓子帶了 要捷影的 塔應該也不是太難的一件事情 好看一下 葡萄牙這邊 點出了風琴炮 好這就是我們剛剛前面講的一個 葡萄的專屬兵種 風琴炮 他的遠方有4喔 蠻高的 而且算是工程器單位 來看一下 這邊 直接立一個10 想把這個劍塔保護得好好的 那風琴炮想要去騷擾 但是發現對方也立了一個塔 而且射程是9 那風琴炮的射程比較短一點 是只有7而已 所以量不夠大的情況下 直接跟劍塔互換有點虧喔 因為他的村民會進去 會增加劍死傷害度 就會比較難打一點 但是阿茲也升上了城堡時代 那這邊 這個支援量看起來是要來插大亨寶插這個位置 然後風琴炮在後面防守 然後直接鎖這個金跟拆這個劍塔 然後就可以吃這個金了 喔來了 大亨寶高地的喔 欸這個是高地嗎 欸偏低 高地偏低 哇 這個要有畫一個 玩一個大換家了嗎 欸這個劍城堡居然射不到欸 1234567 唉唷 7 然後這個是8 欸 他這個算法好像怪怪的欸 居然射不到這個劍塔喔 哇 哇好虧 這個葡萄牙立這個塔 居然沒有把這個劍塔給解掉 這邊要找一個安全墓區就很困難了 但是葡萄牙 這邊 要的支援也是 木頭跟黃金喔 這邊要趕快下一個伐木場 這邊木 採集的人士林啊 趕快用市集買一個木材 哇這邊劍塔 開始 開始塔到這邊種田的農民了 簡單 家裡直接被塔爛 那風起炮 可能要趕快找你做事了 但是這邊 唉唷 阿茲點一下了 招翔 射程加三的科技 這個 這個我忘記叫什麼 這個再亮亮的 直接給開砲 舊俗思想 475 那這個科技 不是射程加三 不好意思 糾正一下 這個是 可以招翔建築物的科技 那加上的話 是這個 硬殺技術 兩個搞混了 哇 這邊風起炮 抓到 一堆蛙精的村民 哇這邊都要開始招翔 可不可以回頭 點掉這個呢 哇可以 但是被招掉一個風起炮 阿茲的話 就不虧了 至少有換到一村 哇這邊只是一個拳擊塔 開始扁這個塔 拳擊 打這個塔 應該打到頭部血流了 哎唷招到了 一個 風起炮 哇但是阿茲沒點個科技 專屢的血量就越多 哇你看這個血 變成55滴血 然後再回到TC裡 哇又可以再白嫖一個單位 然後又找到一個 哇這個也要招掉了嗎 哇這個沒有停手 不然就可以招掉兩隻了 哇那這邊 感覺 欸 不太啊 能騷擾的手段 好像 歸零了 阿茲一個 完美騷擾 遭祥 導致 葡萄的這邊經濟巨慘 這邊還想要點下手推車 這邊是 阿茲點的 不是 不是 葡萄點 這個幹嘛 這個要再插一個塔了嗎 沒傷到對方經濟不甘願的概念 就是要插塔 這邊來招搶村民 招一村 不太划算 去招後面的風起炮更爽 但是這邊還是要來招村民 因為風起炮已經躲了起來 哇這邊直接狂點 我本來這裡是想要每個招一個招一個招一個 然後阻斷這個村民蓋城堡的一個時間 但只是拖時間而已 意義不大 那城堡蓋下來這邊金就可以搶下來 有金的話就可以用買賣了 這邊趕快玩木頭 木頭完全孤解了 而且村民也沒在照領 雖然是雙TC 這邊斷村斷的太嚴重了 而且肉也不太夠 只有250 按五隻村民就沒有 所以現在農田能採收的安全田也只有三片田 這三片 這兩片也是可以採 但有點極限 那這樣 葡萄牙就算換一個大換家了吧 這邊風起炮 再點一下這個 唉唷這個老頭終於點掉了 哇這邊村民直接修 但修不起來 哇這個 這個TC也要被弄掉了吧 完了這個 村民又在翁了 哇這個翁得到一隻 絕對翁得到 閃靜 直接點掉一台 終於趕快跑 把這邊風起炮又騷擾到很多村民採集志願的時間 這個風起炮的缺點就是射不準喔 完蛋後面這個 喔沒有好 沒關係他還有五十幾拍還不能著想趕快射掉 OK 好那這邊可以考慮一下站這個高地把這個 修道院 給他來一個 這個這個這個喔 這個這個 招響塔 他有招響四級 哇這個塔直接被變成阿茲的塔了 哇阿茲可怕的地方來了 阿茲生旅最強的地方就是 血量夠多 招響的成功率很高 雖然速度沒有比較快 但血量多 就可以延長招響的時間 那招響的機率就變高了 這算是一個阿茲的一個極限的一個操作打法 才可以這樣打 一般人要玩這個阿茲 可能會忙不過來 喔 又招到兩隻有沒有 哇這樣換就很划算 招了就趕快走 但是 走得掉嗎 哇好像有點難 哇這邊又要再招 又招一台 哇 阿茲這邊算爛啦 這邊阿茲的血量補起來 然後CD好了之後 又可以再繼續招對面的風琴炮了 現在 葡萄牙面臨巨大的劣勢 但是又有一千多的石頭了 這次又要塔哪裡了 我來看看 加速一下 這邊補裝開下TC 這邊開TC也好 安全 這邊放了一個房子 看到人家在這邊挖石頭 直接插在臉上嗎 要不要插這裡 這邊有個村民 有個僧侶 怎麼辦怎麼辦 哇 你要插這裡面喔 哇 欸貪心鬼欸 他想塔這個石頭 但石頭只剩一點點 但這其實是沒有石頭的 他塔這個位置 就是應該要塔這個TC的位置了 他其實也不知道這邊是有TC的 我們上地視角還照著有TC 哇 阿茲表示 啊怎麼這裡又有一座塔 喔不是塔是城堡 哇 阿茲直接招想了 對方的一個射箭槽 而且是在TC旁邊 那個TC沒有注意到這裡 還是這個射不到 六射城 欸好像射不到 好 那阿茲就能利息了自己的地座城堡 兩邊一直都被在做一個經濟騷擾 那阿茲的村民是有稍微領先九村 這個阿茲是要 生女生應該是要去找遺跡啊 應該是有看到這裡的遺跡 想要撿一下賺點外快 這邊一次級再蓋一個 補一下用黃金買賣 阿茲已經點上了帝王時代了 可能是用買上的 因為這邊田其實也不太夠 根據目測應該是挖黃金上帝王時代的 因為黃金他也挖了蠻多的 因為他造了這些生女的關係 好 這邊生女還在招響 就招到了一村 這個生女瘋狂招響的速度 對 破 對這個不是破 對這個 葡萄牙來說真的很傷 但這個生女也真的不是每個人都玩得起 手術真的狠 好來看一下這邊 直接抓到來看一下 生女直接招了三村 好兩村才在被招 哇兩村被招走了三村 會招到五村嗎 五個都被招走 直接蓋了一個軍營 好恐怖啊這個生女 熱成九的生女 可以比風琴炮在開炮之前就先行招響 好但是右邊有個安全的高地城堡 右邊還有個修道院 看起來兩邊就只需要靠 喔 這邊洛馬衝得出來就是輕騎兵 直接集火掉一隻 但還有很多的 生女 但是因為每個生女都在CD中 所以不能 不能招響 哎呀 這個洛馬出得好耶 直接收掉 五個 但是這邊有衝車 這個城堡會不會掉 燙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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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葡萄牙可能會打下隻隻喔 這邊沒有打算要上 帝王時代了嗎 這個一個招想能招掉嗎 但是高地打滴滴可以 直接收掉了 對面的僧侶 這邊拿了一個遺跡 是要來放這裡嗎 這裡有修道院嗎 這裡沒有修道院耶 那他回程的時候會不會有點危險 這邊風行炮 直接射死出來的僧侶 這邊看到了六隻聖侶在這裡 趕快退一下 但葡萄牙好像是沒有打算要上帝王時代了 想用城堡打到底 這邊出了一些老鷹 知道是要去做什麼的 這邊管是要下個修道院 讓聖侶把雞放著 是怎麼往下走的 小光這邊出來了 到處地圖上都是一堆單位 到處地圖上都是一堆單位 光行炮來這邊騷擾 把這邊的聖侶全部逼下來到這邊來了 把中間的位置 兩個修道院可能要掉了 但這邊有相當多的生率 看一下這邊可不可以爆出大量肉嗎 然後來解這個生率 但是 這邊也按下了戳戳 而且很多村民來蓋這個寶 完蛋 好像沒看到 這三台遠投 拆電子物的速度很快喔 這邊還在繼續做騷擾 而且把上面的TC都拆光了 風險化的 在巡邏 看這裡安全挖艦艇綁機沒了 城堡也掉的差不多了 怎麼辦 噴出了一個遺跡 這邊村民大遷徙有看到嗎 哇沒有 幹嘛在視角裡喔 看到嗎 好像沒有 喔這邊立了一個塔 不知道是不是有意識到 喔看到了 這裡有很多村民 趕快集火要先打坦 先打村民啊 決定是先打村民 然後村民來這邊 先 哇 哇 哇 這個塔差一掉嗎 哇 村民死了很多 哇 只進去一村 但是這邊來了很多生侶 生侶 生侶只能取一次招完嗎 開砲開砲 再開砲 可以嗎 再來 好幾個生命可以招 完蛋 這羶都進入CD了 不能再招了 哇招了大概 四台風型砲 也是賺了 四台我覺得也可以了 OK 那剩下兩台風型砲 再互打 這樣子的話 完蛋 不錯啊這邊 只剩下一台風型砲 哇 那這台沒解掉這邊 村民是不是要送光啊 哇 兩邊都被逼到了絕路了 那這邊通通還在拆 那這場誰輸誰贏 還不好講的感覺喔 這邊還去打獵 遠程打獵 想拿個肉上帝王 這個上帝王是不是有點太晚 這裡還有風型砲 再多騷擾 這邊挖金 沒注意到可能要全送光了 喔OK 哇 那風型砲 好 看來沒有辦法阻止 阿茲特克的一個僧侶招翔 哇 這邊連射程都研發了 9加3 射程12 好 恭喜阿茲這邊拿下了勝利 看一下 面板的部分 嗯 兩邊打的都相當特別喔 這個戰損比也是非常特別 明明阿茲只殺了39個單位 然後損失很多單位 但是卻贏了這場比賽 超想32個單位 蠻有趣的一個數據喔 好 那喜歡的影片的話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